好,那我會請教這個段老師 剛剛講美國大打半導體晶片跟科技大戰的同時 另外一個是經濟貨幣金融的戰爭 那特別昨天有個指標 聯準會的鷹派這個布拉德 他直接放話 他放話的同時 他做了一個powerpoint 他說明年的聯邦基準利率 他預估要5%到7% 才能夠壓低通膨 他這個7%一出來嚇壞金融市場 是啊,其實我們看到前些時候 Summer他應該有講到說6% 那5到7%的話 我再猜是布拉德認為說 目前美國的實質利率要拉到0的話 起碼要跟通膨一模一樣 所以他就可能預估說 接下來可能通膨會到7%左右 而不是說現在所認知的說 通膨已經出現拐點了 其實這個拐點的話 還是有很大的疑慮 其實有很多人都認為說 目前好像是通膨膨脹率已經反轉了 也就是說有點回落一些些 這個代表說是物價有回檔嗎 基本上是沒有 待會我們可以做一些解釋 那當然我們看到說這個7%的話 搞不好下一波美元指數可能會拉回 那當然美元指數的技術指標 目前是破底是沒有錯了 那當然是不是已經到頂了 其實我們從1月份來看的話 美元指數是從94一直上升到9月28號的114 總共上升了21% 那這個月就跌了6% 如果用114跌到目前的106的話 是跌了7% 所以預估 如果這一波短期不排除說 可能還會再往下探 但是如果以長期趨勢 這個技術指標長期趨勢來看的話 可能還會再拉回到110喔 所以這個可能跟升息有很大的因素啊 好我擋個岔 所以你從美元指數的技術面 你覺得他這個是長多之後的修正回答 對沒錯 因為升息還沒走到尾端 所以通膨目前還有很大的疑慮啦 那當然這一波升 為什麼美元指數會這麼強三大邏輯 第一個邏輯就是貨幣政策分化 那這個貨幣政策分化的話 就是代表說各個國家 它的通膨都不一樣啊 我要不要升息啊 利差加大之後的話 搞到所有的貨幣為美獨尊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看這個通膨的數 通膨的數據 我們看到6月份那個最高點的時候 最高點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拐到7月份 CPI上面是上面是CPI 下面是核心的CPI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通膨膨脹指數的話 似乎好像在6月份已經出現拐點了 那如果是以核心的通膨膨脹的話 是9月份已經出現拐點 但是問題是目前大致上 我發我發現通膨有很大的疑慮 我們看這張圖形 通膨疑慮在哪裡 大家看到CPI指數 這個CPI指數跟通膨膨脹是不一樣 但我們看到從第一根棒 那是去年的6月份 一直漲到今年的6月份之後 變成水平線了 不管是上面還是下面 全部到6月份之後 都是變成水平線了 所以因此我們就看到6月份CPI 也就是說通膨膨脹是漲到最高點 9點多% 這個當然就是簡單來說 去年如果一個漢堡100塊錢 一直到這個月完全都沒有漲價 突然間漲了一倍 變成200塊錢的話 這個月的通膨膨脹率可是非常高 100% 但是問題是這個基期被墊高了 你走到明年這個月的話 如果你的漢堡你沒有漲價的話 基本上那你的通膨膨脹率就會回歸零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當然很多的通膨膨脹的爭議點 都在租金 當然這個租金的話 基本上是到底是不是跟房價指數 是走同步 其實基本上我認為是走同步 很多人都認為說租金已經 已經是不是同步了 目前的租金 美國的租金是不是有折半 這個是值得懷疑的 所以段老師你剛剛分析 美國現在CPI 這個拐點很多人認為 很有可能是今年的6月份 9.1的絕對數字是最高的 然後最新的這個10月份的數字是7.7 所以外界一般認為 可能未來一年仍然持續下降 可是未來一年下降到多少 現在是一個問號 因為你剛剛講 包含了租金 包含了服務業 可能都是在一個物價的高檔 所以我就要回頭來討論 所以聯準會的鷹派布拉德 他一方面放話說 5%到7% 明年的這一個聯準會的基準利率 才有可能直接壓低通膨 第二個是 假設5%到7% 要維持多久 就是說是明年一整年都5% 都6% 還是走到2024年的5%6% 因為維持多久 會直接衝擊全球金融市場的超級壓力測試 其實這個就牽扯到說 剛剛我講的物價指數 其實6月份不就是通貨膨脹率最高 物價指數也是最高 問題是這個機器被墊高了 墊高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反思一件事情了 明年的6月份 他通貨膨脹率絕對會是往下跌 就他歪歪歪的壓力會比較低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說 如果說要去壓低這個通膨的話 這個利率要抬高至少一年以上 因為他們認為說通貨膨脹率要拉到2%的話 那可能要到2024年的 好 就是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再回頭看這個7.7% 就是聯準會直接講 他要把7.7%打到2% 所以中間的差距還有5.7%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要把5.7%打下去要花多久時間 如果這個多久時間 剛剛段老師講的超過一年 那就是預測這個布拉德行5到7%的基準利率 這個資金的成本 可能維持長達一年以上 至少一年 好 那至少一年以上就是 全世界你所有的錢 你就是以假設5% 你就以5%來計價 算你的資金成本 所以美國的房貸利率可能拉到7%到8% 沒錯 然後呢 想要賺美元定存的人 你可能明年初你再去做美元定存 你可能存到4%5% 你現在隨便存都會存到3.5%以上 是啊 沒錯啊 好 那再來 那如果你做一年的定存 你4%5% 你就是做到可能是明年底 或者是2024年啊 對 起碼是2024年的第一季 可能就會回落了 好 那再來 那全世界的利差 如果要差一年的話 非美貨幣修正完之後 是不是還有貶值壓力 當然啦 還有貶值壓力 但是問題是貶不貶值的話 還有第二個關鍵因素 也就是貿易是否順差 或者是逆差的一個因素 那我們看那個天然氣啊 這個之前啊 這個美國賣給歐洲 那天然氣實在是過高了嘛 那現在已經回落了三分之二了 回落三分之二之後的話 現在歐元有點改善一些些 但是如果說美國再出一招 如果再把所有的一些 這個經濟惡化的條件 甩鍋給其他的 比方說像新興國家的話 我看還會有一波貶值潮 好 就你認為這一波非美貨幣 儘管扁升反彈之後 可是如果明年一整年 聯邦基準利率都在高檔 那這一整年的高檔的利差 比方說對日元的持有者來講 你持有日元0% 你持有美元4% 那你那個資金外流的壓力 就會非常大 是啊 你看整個東南亞地區 來看的話 如果不包括日本跟韓國的話 那個資金外流的壓力 非常非常大 已經是算造的 如果再把日本跟韓國加進來的話 恐怕都超過兩兆了 好 那我們再談 巴德現在只是說 他認為基準利率要拉到5到7% 他還沒有討論縮表 5到7%他的假設 我們現在假設 這是未來一年的資金成本 定毛在這裡 那聯準會還要縮表 縮到什麼節奏 也可能衝擊全球的資金 當然了 剛剛我們講的都是量的問題 縮表可是值的問題 品質的問題 如果說今天FED要讓他的資產負債表 正常化的話 他可能至少要縮到5兆 目前大概是8.5兆左右 他還有一半要縮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縮表的話 那恐怕還會有一波一波的 貶值潮會出現 貶值潮會出現